大家好,我是Jason Mill 在这个用电量激增、电费飙涨的年代 人类早已无法摆脱对于电的依赖 就像阳光、空气、水 电也早已成为人类存活下去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之一 然而,面对难以捉摸的电 我们既无法亲手抓住它 也很难直接去具象它 又该如何去理解它 进而控制它来为我们做事呢? 今天就让我用11分钟 但你锐懂日常生活中的电子电路原理 应用Jason Mill 祝你旅途愉快 要理解电 我们必须先从电的最小基本例子 也就是电子讲起 电子存在于所有元素中 当电子离开原子本身而自由流动 就形成流动的电 也就是电流 其中 元素周期表中的同族元素 铜银金 由于最外层只有一颗落单的电子 很容易受外力影响而离开原子自由流动 适合作为良好的电流导体 其中地球上又以铜元素最容易取得 所以大多情况下 我们会拿铜作为导线材料 要让电子离开原子而自由流动 我们需要给它施加压力 就像空气会从高气压流向低气压而形成气流 水或任何液体会从高水压流向低水压而形成水流 电也会从高电压流向低电压而形成电流 电压的产用国际单位是福特 物理意义是移动每库仑电荷所需消耗的焦耳能量 当我们看到带负电的电子流往某个方向 就等效于有一股正电荷流流往相反的方向 基于种种历史因素 一般我们会以想象中的正电荷流的方向作为电流方向 我们会用每秒钟通过的电荷数量来表示 常用的国际单位是安培 1安培指的是每秒通过一库仑的电荷 也就是每秒通过6.24150934乘以10的18次方克电子所产生的电流 在固定的电压与电流下 我们就能以公式P等于IV算出功率 也就是每秒消耗的能量 常用的功率单位是瓦特 所以即使皮卡丘号称有10万伏特电压 也不见得要太过惊慌 毕竟假如搭配的电流只有10万分之1安培 实际功率可能连一颗加油灯泡都点不起来 可怜啊 这也正是为什么日常电气的标签上 经常会标示电压电流与功率资讯 因为正是有了适量的电压 才能把适量的电流推进电气电路当中 进而提供电气所需的能量 以适当的功率驱动电气正常运转 而基于功率资讯 我们也能出过使用各样电气产品时所需的电费 一度电等于1000瓦小时 假设一度电以5元计算 一颗10瓦的灯泡开一整天要1.2元电费 一台1000瓦的冷气开一整天要120元电费 以此类推 同样的概念运用在交通运输上 则可以推估出行驶每公里所需的电费 电路是由导体组成的封闭回路 提供电流往返通行所需的路径 由于电荷不会平白无故增加或减少 当回路有分岔时 进入分岔点的电流总和 势必会等于离开分岔点的电流总和 同时为了维持回路稳定 电压在经过回路升降之后回到原点 必定会维持相同电压 也就是回路的电压升降总和必定为0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克希赫富定律 就像前面说的 在没有驱动力的电路上 电子就安稳地停在各自的原子旁 不会形成电流 一旦加入有电压的电源 电子就会被推动而开始在这个回路上流动 进而形成电流 其中电源又有直流电与交流电之分 直流电 英文简称DC 是一个电压大小与方向固定的电源 能使电流朝同一个方向稳定输出 随处可见的各类电池都是直流电源 交流电 英文简称AC 是电压大小与方向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电源 在电压周期性变化的带动下 电流也随之前后摆动 随处可见的电源插座就是最常见的交流电源 在一个只有电压与回路的电路上 由于毫无阻力的关系 大量电流就像不受控的脱缰野马 持续由高电压冲向低电压 以超高功率把能量示范为热能 进而烧坏电路甚至引起火灾 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短路 因此我们势必得妥善控制电流大小 要让电流变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添加电阻 电阻 顾名思义 就是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就像是把一条通道的口径给缩小 就能直接限制整条管道的流量 电压电流电阻之间的关系符合欧姆定律 V等于IR 其中电阻的单位是欧姆 在一伏特电压下 能控制电流在一安培的电阻值为一欧姆 在相同的电压下 电阻越大则电流越小 反之一来 要在电路中加入电阻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用电阻器 而除了电阻器之外 任何电子元件也都有各自的电阻 甚至导线与电源本身也都有微小的电阻 在电路规划与计算上 最好都能妥善考虑进去 电容 是能在电压带动下储存正负电荷 进而缓冲电压变化的一种电子元件 简单的电容器是由互相平行的两片导体搏板构成 当我们在电容器两端施加电压时 两片导体搏板会逐渐累积正负电荷 直到搏板两端电压与外部施加的电压相互底下为止 一旦外部电压消失 电容本身的电压就能将储存的正负电荷逐步释放出来 实际上 对于直流电而言 电容器就像是个水库 在有雨的日子就把它除满水 没雨的日子再把水释放出来使用 同理 电容也有这种缓冲平滑电压变化的效果 在外部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 能让后续元件保有相对稳定的电压 对于交流电而言 来回摆动的电流则会轮流在电容两极冲放电 等同通路一样 电容大小由公式C等于Q除以V得出 免用单位是法拉 也就是在每一伏特电压下 能储存一库轮电量的电容为一法拉 电感主要由线圈组成 利用电池感应储存与释放职能 产生临时的电压以抵抗电流的改变 因此有着平滑电流变化的效果 对于直流电而言 就像是在水中装的涡轮叶片 当水流刚开始通过时 会需要花点力气来让涡轮转动 一旦涡轮转起来了 即使外部压力消失 涡轮还是会惯性转动下去 继续带动水流往前 直到涡轮能量全部转移出去为止 对于交流电而言 这样的惯性特性 可能会对来回摆动的电流形成主抗 同时 让两个不同绕阻杂数的电感相互联动影响 则可以轻易做到交流电的变压效果 上述电阻电容电感 由于通常作为电器当中 被动配合辅助其他元件的角色 而称为被动元件 能主动控制电流的流向与开关 通常作为电器当中核心逻辑运算的角色 要达成精准控制电流的目的 我们势必要慎选材料 对于导体 小小的能量就能让电子离开而导电 反之 对于绝缘体 即使用大大的能量也很难让电子离开 这时 介于中间的半导体 电子要离不离 若即若离的特性 就很适合拿来精准控制电流的通过与否 其中地球上又以细元素最容易获得 所以细就成为半导体的主要材料 当我们在半导体中参入一些外围多一颗电子的元素 例如0 就会让整体变得比较容易丢失电子一点 我们称之为N型半导体 反之 当我们在半导体中参入一些外围少一颗电子的元素 例如棚 就会让整体变得比较容易吸收电子一点 我们称之为P型半导体 藉由N型半导体与P型半导体的搭配 我们就能做到精准的电流控制 以下我们将简单介绍几种常见的主动元件 二集体 是一种只允许电流单向通过的电子元件 就像是只允许水流单向通过的水阀 当前主流二集体的原理 是利用半导体的PN结合 在顺向电压的情况下 电子与电荷都会被推向另一极 而形成电流通路 反之 在逆向电压的情况下 电子与电荷会被吸附在各自的那一极 而无法流动 如此就能达到只允许电流单方向通过的目的 由二集体延伸 三集体采用NPN或PNP的排列 并透过NP型半导体个别浓度的差异 来产生电流放大的效果 在集体B的小电流带动下 射集E与集体C之间会有大电流通过 三集体可以用来放大类比电路的讯号 或者以小电流来控制大电流的通过与否 作为数位电路的开关 相较于三集体以电流来控制讯号 MOSFIT则是以电压来控制讯号 增强型MOS在杂集G施加电压的带动下 使原集S与集体D之间的通道形成通路 而使电流能够通过 控法型MOS的原集S与集体D之间原本就是通路 在杂集G施加电压的带动下 将关闭通路 基于上述主动元件 我们就可以组合出各种逻辑杂 再由逻辑杂之间的相互搭配 进行各样复杂的运算 有了电源作为电器的心脏 配动元件稳定整个电路的电压与电流 加上主动元件作为电器的大脑 这时只要再搭配一些输入与输出元件 理论上就能拼凑出各种完整的应用了 以输入元件来说 各式各样的开关 可以用来手动控制回路是否允许电流通过 任何按键、键盘等输入装置都属于这类元件 可变电阻可以用来手动调整回路上的电流 光米电阻、热米电阻 则可以自动针对光度、温度之类的外在环境变化 来动态调整回路上的电流 麦克风能接收声音讯号 当我们要输出视觉讯号 可以用灯泡或LED 当我们需要输出声音讯号 可以用喇叭 当我们需要输出动力 可以用马达来带动机械 让电器做出我们想要的运动 以此类推 驱动电子电路的动力来源 始于电力的生产与配送 当前主流发电原理为电子感应 利用蒸汽、风力、水力等等动能 带动磁铁转动 以磁场电话来带动电场变化而产出电流 逐渐普及的太阳能发电 则是利用二集体的概念 让太阳光打在NP半导体间 促使电子与电动往两端移动 而产生电流 电力产生后 为了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量损耗 通常会以高压电来输送 经过层层降压之后 才连接近加加户户的配电箱 以台湾为例 电力公司拉近加户配电箱的线有三条 包含正110V与负110V两条火线 以及0V的中性线 而为了预防漏电 会再搭配接地的地线 先入油配电箱拉近各个房间 与插座或电灯及开关连接 其中部分房间会分配到正110V的火线 中性线以及地线 部分房间则会分配到负110V的火线 中性线以及地线 冷气需要的220V插座 则会同时搭配正110V与负110V的火线以及地线 至于二房东分租套房所使用的线路 就有可能会再复杂一点 由于电路公司送来的电是交流电 而许多日常使用的电器吃的是直流电 因此也就常会有交流电转直流电的需求 在一个简易的变压器内 我们会先以二集体来进行整流 再利用电容缓冲电压的特性 去平滑整流后的波形 如此就能产生接近稳定的直流电源 有了交流电和直流电源 接下来就是电器依照各自所要达成的目的去设计电路了 像是当前常见的LED灯泡 就是内键交流转直流变压器 再去驱动LED灯泡 电扇以不同段位的电感来控制电流大小 再以电池感应来驱动马达转动 电锅或热水器以加热片将电能转换为热能 以此类推 至于比较复杂的电脑以至于电动车 拆解开来也都是一些输入与输出 搭配许多电路模组之间的互通有无 遥想当年 雷神索尔以雷神直锤来操纵电力 用来进行攻击与破坏 我们严厉谴责暴力不法行为 如今面对种种需求 人人也能透过简单或复杂的电子电路来操纵电力 生产出各式各样由电力驱动的产品 把各样体力与脑力的苦差事逐步外包给机器 获得更舒服的生活 过得爽爽就过得爽爽 胖琴全速胖胖上涨 然而在享受电力带来的好处时 我们也该意识到这些电力的生产与取得 可能早已超过地球能负担的范围 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 也间接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天然灾害 要如何兼顾环境的永续经营 正考验着全体人类的智慧